鸦片战争之败是农业文明之败吗 从时代发展的趋势上看 鸦片战争中清军之败的确是农业文明之败 但如果我们把鸦片战争之败仅仅归接于农业之败 似乎又过于简单化 毕竟在1840年前后的英国军队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时代的军队 比如在鸦片战争中 英军舰队的军舰仍然是木制的 不是金属 而且不少军舰仍然以风帆为动力 并非所谓的蒸汽动力 说白了还是处于前现代状态 而以蒸汽为动力的船舰虽然也参战了 但大多数是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运输船 因为此时的蒸汽船吨位小炮位少 技术也不成熟 一般不用于作战 还有就是炮弹 很多人说青军大炮用的是实型弹 而英军军舰上的大炮 则使用的是爆炸弹 也就是所谓的开花弹 这个其实也是误解 当时青军也有爆炸弹 英军其实也用实型弹 而且英舰上差不多60%以上的炮位 所用的炮弹都是实型弹 爆炸弹用的相对比较少 因为当时爆炸弹的技术还不成熟 英军发现爆炸弹往往在半空中就爆炸了 看着挺热闹 但从效果上看 其实并不总是能够起到大量杀伤敌人的作用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实型弹和爆炸弹的作用不尽相同 爆炸弹的作用是想利用爆炸的效果 在杀伤敌人的同时 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 令其溃散 而实型弹则是要起到摧毁炮台 城池等防御攻势 或者是破坏船舰的作用 英军在鸦片战争中主要针对的是清军的海岸炮台 所以更多采用了实型弹 而非爆炸弹 魏元在海国图治中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包括上次我所说过的火枪问题 英军当时普遍装备的就是前装碎发滑舱枪 其实呢 比清军的鸟枪也先进不到哪里去 而且清军尤其是巴西兵 鸟枪的装备率更是超过了50% 可以说双方在火枪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至少呢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关键啊 最近啊 总是有人拿通舟巴里桥的事跟我抬杠 那已经是二压了好不好 距离一压已经十好几年了 1840年代碎发箱的有效射程 绝对不会大于100米 而能真正打死人 差不多也就是10米20米的样子 实话说 真比不上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和精锐的骑兵 事实上 19世纪初的世界仍然是冷热兵器相互配合的时代 像欧洲的拿破罗恩战争之类 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战争 综上所述 我们至少可以从理论上这样来说 如果在当时存在那么一支不超越当时的时代背景 但又在各个方面处在该时代背景下最理想化状态的清军 那么仅就鸦片战争来看 这支清军不一定完全没有机会 就算是败也不会败的如此不体面 但问题是完美的军队并不存在 因为完美的国家 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人并不存在 当时的清朝早已是日薄西山走向衰落 立志腐败国库空虚 居上位者尚且不思俊取腐败堕落 又怎能强求这些普通士兵保持高昂的战斗力呢 所以当时的清军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 普遍都存在战斗力下降的情况 就算是被明吹分子冷嘲热讽为铁杆庄稼的旗人和旗兵 都穷的叮当乱响了 更何况是绿营 家道年间以来 绿营兵既不训练也不当差 去干副业的很多 吃空额的现象屡禁不止 不仅战斗力差 士气也很低落 更何况天下成平日久 清军也没有太多的战争考验 和平的日子过得久了 自然厌战 火器的高装备率又使得士兵普遍惧怕短兵相接 只要一接战便宣告溃散 毫无战斗到底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这样一支清军 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英国人 又怎能奢望他们去打赢这场鸦片战争呢